接下来我最后一个问题 问江一 你觉得现在 去帮她做一个选择 她到底适不适合做修长 我觉得你一样是做那个什么呢 更适合做电商主播 而且电商主播 然后我觉得你 确实你是有潜力的 我觉得你是有潜力的 好 感谢江一 你们这不是集体坑江一吗 江一 你输在反应这两个字 你应该去随风奔跑 学学这反应 对 敏捷 学学怎么逃跑 我都要为你落泪了 你知道吗 他们都同时向后退了一步 就向前了一步 好吧 接下来 我们再给江一一点时间 考虑一下 是不是愿意给求职者李立梅 一次机会 时间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 祝贺姐李立梅 进入到谈钱不伤感情 这也是你本场面试的 最后一个环节 接下来仔细听 江一要给你提供岗位了 还有薪酬 职位是电商主播 薪水是五千家 地点在天津兵暗星区 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这边吃或者住的地方是 全都是您自己来了 自己 不包食素 我觉得你可以通过自己的什么 来去多赚一点钱 对对 确实 好 接下来李立梅 考虑的时间交给你了 考虑一下 是否选择渔屋提供的岗位 即时开始 立梅 你是否选择渔屋提供的岗位呢 运也 祝贺江一 也恭喜李立梅 祝贺你啊 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也特别感谢你和我们分享了 你人生当中的一些往事 加油吧 好的 以后呢赚了钱呢 对你的养父养母好一些 对对对 给老两口 抚养你确实也很辛苦 对的 对的 祝你在于屋一切顺利 再见 好 谢谢 谢谢 因为我来之前 没有做过那个带货主播 我今天能够成功 我还是特别地开心 特别地高兴 我跟他们非常优秀的人 进行接触 进行交流 哪怕我心里紧张 哪怕怕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提升 我希望你能够成功了 我们下期待